嗨,大家好,我是Pen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Bitcoin这个collection 还有它那个高点 它那个一些数据 然后很多人就是在前几天内就觉得 哇,Bitcoin好像collection 就是要暴跌了 之前我在视频已经讲过 这个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这个 8万以下 因为之前我已经开过给你们看了 就是它那个collection line 就是它那个高点的低点 它是在大约是85千左右 现在就是collection我觉得是一个很错误了 或者是代表你没有看到我那个视频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红点,红色地方就是最top的地方 所以最top的地方它是可以去到差不多90多千的 然后当然这个它是 它的这个indicator也是随着时间的会改变了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黄色线 也就是代表不是时间买入 或者是你买入的那个点哦 是最多赚一倍而已 OK,所以现在才49千 就是下了,我们看 就是前几天就是 跌啦,跌也没有比第一次高 第一次就差不多接近30%嘛 在这个区域 然后这个才差不多23%左右哦 我要等40千都没有到 而且我要等34千也等不到 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major correction 或者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correction没有 还没有发生 所以我们能知道哦,这个不要自己下自己 OK 那我们这样看哦,是差不多23%左右而已 然后上一次的才30%而已 所以连40%都没有到的这个correction 我们怕什么呢 所以很多那些无资或者是没有做功课的人哦 他们就会很害怕 所以我们不是这种人的 我们看一下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啊是很有用啊 如果你们错过了哦 你就真的是失去一个机会 之前我讲过就是300天500天700天嘛 大概啦 就是300多500多天 然后700多天嘛 但是现在我已经发现到一个 从这个第一次的halving 就是2012年12月28号的这个halving啊 这个halving 它的前一年是最低点 前一年大概375天是最低点 然后 300 大概375天369 367天 它就是最高点 所以大概就是375和367 相差一个 8天左右而已 所以8天 也就是说 最低到的halving 是375 那么从halving开始算起到到这个最高点 大概也是375或者367 OK这样我们再看一个下一个数据 这个是2016年的 prehalving啊 就是之前的halving啊 还没有halving之前啊 541天是最低点 那么 它可以去到多少 afterhalving 第几天它就会去到高点呢 就是大概是526天左右 相差一个大概20天左右 所以当然你可以说是大概就是 跟着这个数目是差不多类似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移啦 当然这个是自己欺骗自己啦 OK 520天啊 你可以在这边算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所以是大概相差20天 所以我们看这个 2020年的halving 的之前最低就是3148 3148 所以它用了520天 那么这个数据可能就是 afterhalving 在 大约520天左右 它就是最高点 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到 距离还有多久呢 现在我们才 282天左右 所以它在这个多久 之前我是花在12月吧 所以真正的日期是大概是10月左右 那么它就是最高点 所以现在它已经去到就是 58千 所以有可能它在这边还会徘徊一下 就好像之前这样徘徊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然后就慢慢冲 所以这个最高点 我是放在 这个 80多千啊 所以如果根据 刚才我们那个红线 那么 我们花一下 就是在 大约100千左右 就 maybe 是这里啦 因为 记得啊 在 Bitcoin 有时候很少机会 它会整数的 它有可能是百多 或者是 90多 91 它就已经是完了 大概还有7个月 它起一半 但是有可能 它其实不是只是到100千 有可能是到140千 那么140千 就是大概 现在的 3倍左右 之前的那个算法 也就是说 如果它那个低点 假设是 20千 那么如果是20千的话 我们除以20 也就是 暴跌 88千啊 那么它就是100千 OK所以 我们之前有算过啊 就是大概 它会去到 maybe是 百多千 怎样算呢 就是它如果它的 低点是20千 下一次的暴跌是85% 那么就是 133千 所以你能看到我这一期 我之前我讲过就是6月7号啦 这个我不要洗啦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Pre-Halving 就是Halving之前 就是减半之前 那个最低到那个 Halving的那个日期 就等于Halving的 去到最高点的那个时间 现在最新的就是520天 然后过后说之前呢 就是541天 然后它就是在520天 它就起了 然后过后说还有一次就是 375天 然后过后说它在367天 它就起到最高 所以我希望这个数据对你们有用啦 所以我们不要紧张 我们至少还有一半 在我们种种的数据还是还有一半 而且Major Collection 就没有到40% 记得 只有下跌的时候是买入的机会 不是上涨的时候是买入机会 这个你们一定要能控制好你们的情绪 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个 就真的讲很难赚钱 我们要一直有这个想法 爆跌就是买入 跌 10%了 就是买入 我们要有调整自己的心态 当然我不是说 每个东西跌18% 我们就买入啦 也不是说 Bitcoin跌18% 也是买入 这个也要看你个人的那个操作方式 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就 按赞分享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下次见